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贵定与率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反而 小类像是一個菜式一樣 可以拿出去賣 就是當菜一樣 趁新鮮就賣掉 新鮮就貴一點 當年還沒有偉大祖國供應 南北佳麗之前香港的生活狀態 現在已經成為這個風月的佳華 已經不見了 新鮮版本就是東莞 風月有同意月光有關 所以月光和男女之歡都有很大關係 歷代以來很多戀愛故事都和月光有關 有幾個出名 袁關漢卿的八月亭 袁黃實浦的西雙記 都是和月光有關 甚至有些民間的故事都和月光有關 或者給了一段文獻 文獻2 這是名詞的民間小曲 《貴之而》 這些就是那些女主角 在唱出來的唱詞 門來是獨自在月光下 想我親親 想我的冤家 月光菩薩 你與我監察 我待他的真情 我待他的真情 菩薩 祢有靈有性 與我說句之心話 月光華菩薩 你與我去召察他 我待他真心 菩薩 祂倒待我時駕 這也是月亮崇拜的極致 對月是講表白 即是表其心跡 但他就說那個男人是負心郎 希望月光主持公道 至少看殘他的心智 我欲張心託明月 那來賀明月就照溝他 月光菩薩那個就跟了佛教的講法 佛教來來華之後 將原本華夏的信仰 崇拜月亮之類 即是拜月 他就叫月亮 叫月光菩薩 當時的民間小曲 他都相當牢骨 我第一次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立刻想起一個 想起就是瓊瑤 因為他是通俗文學位 流行人 普通是白話的槍詞 你看這個是白話 明朝的白話 文間更老骨 蕭傑你也沒看過 將來有機會就介紹一下 一般都是說 我代他是真心 都是這些 在我們寫師傅來說 就是淺老 即是不夠堪促 轉達就不好 直白其次 這些白話的雜曲 小曲的特色 但是文間很多都是這樣 會叫直白 因為不是有這些文字 直白就變成要重複 所以第二段要重複 接著他又要對唱 這個直白那個直白 接著就唱來唱去 這樣就完結了 再數一下 我們在月老出現之前 再早一點的年代 究竟是拜什麼呢 馬上數到他之前 我們講過最早 最早 就是帝谷 這個應該是皇帝的曾孫 對 到了那個年代 話說當時拜什麼呢 就是拜石頭 拜呂窩娘娘 因為呂窩做了人 補了天之後 他就是想著人 叫做分配 要不然不能夠繁衍 不能夠有百子千孫 於是他做了媒人 就幫那些男女出合 之後那些男女就拜呂窩 很多文化都是創仲神和婚姻神 就是兩個職位 通常是隔在一起 所以就變成呂窩廟也是求姻園 但這個呂窩廟是在北方 比較輕盛的 就是在山西一帶 呂窩的崇拜那些地區 在南方就沒有什麼 香港也好像有一間呂窩廟 但是就好像沒有求姻園 沒有去拜求姻園 反而就沒有求姻園 因為這個是古老順陽 那領南這邊 就是廣東、香港這邊 是跟近代的一多 那樣東西是中原的風俗 他要透過很多演藝、小說、戲曲 才可以帶到南方 故此 那個組員在北方 南方就跟南方的組員 如果他的戲曲是帶不到下來 譬如關公那些 即使是湖北那些地方的人 但他又傳到下來 因為有三角演義 有戲曲、有集劇 但是呂窩 那些人不夠膽 就把它放在戲曲裡面 僅僅可以放在封神演義 即是封神榜裡面 初初這個雙袖王去拜呂窩 見到呂窩的面容很漂亮 對他動了色心 就在呂窩廟裡 看了一手情詩 然後得罪了呂窩娘娘 呂窩娘娘就派坦己 那些人來來整理 整理到滅國 所以這些大臣 即是福熙、呂窩那些 那些民間演義 僅僅是寫到這樣 是不可以找來搞的 不可以找來搞非 即是因為他太過上古 地位太高 那他就不可以用來編寫 改寫 即是說得太民間的事不可以 因此反而就是 傳播減弱了 所以只能夠在一些很古老的事情 譬如說大禹治水 那這個唯一我們傳到下來 只是禹報 以及跟大禹有關的道教法術 但是大禹的崇拜反而沒有 即是不會有大禹廟那些 北方有 南方其他 江南都很少 那反而是一些通俗的文學 對於信仰的傳播 就有可能 那些老的你可以亂這樣 也不是亂 你可以寫很多東西 但是女王就不得了 那些女王就寫了 那些女王就寫了 等下好像雙秋旺 那樣 得罪一個大神 就是國家都滅了 又給你一個坦記 是啊 所以說到一些民間的 一些地位沒有那麼高的 一些神仙 反而流傳得很快 有了就是這些 對 譬如我們現在說 這個和俠二仙 即是他們說結了婚 想夫婦和俠 不會說散的 或者是男女朋友都好 都是希望枯布的 就會拜這個和俠二仙 和俠二仙又不是很高位階的先人 當然在佛教上 他的位階很高 即是菩薩 即是有菩薩化身的 韓山十德 但是一般來說 我們就當他是兩個 好像黑衣仔 這樣的狀態的狂爭 即是瘋狂的僧人 好像制工一樣 是的 但是那個民間流傳就很廣 我看到很多的工藝品 都有賣去的那些 兩個公仔 兩個公仔 送賬 可以給大家一個圖 大家看看 講來講去 大家看看 是的 這個就是小弟本人的珍藏 珍藏 這個又不是石彎公仔 是一般物間的菜素 他都用了一些象徵的手法 是的 之所以為什麼會叫和和合呢? 和後面有那個 和花 北方話就是和 和和的和 北方音就是和 與和和和合的和 北方音都一樣 另一隻呢? 另一隻就有一個 盒 就簡單 就像個旁一樣 還是木盒來的 就可能看得不清楚裡面有一隻青蛙 千萬不要想去看一些東西 不是旁征那些 不是旁征那些 這個不是旁征 裡面有一個盒 裡面有一隻青蛙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一隻青蛙 應該是一些蟬鎚 顯示是福氣、財運、好東西 所以這個和盒 當然這兩個人就是唐代的兩個明爭 或者是抗爭 這個神像怎麼可以呢 也有一個故事 這就是我家附近的北帝廟 有一次我走過 看到為什麼有人丟掉了這個公仔 看起來那個雕工也不錯 也不是太過惡族 那我就撿回家 好了 有時候老人家過世 那些年輕一代不要 那些公仔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就說 他經常看到 這些可能就是因為他求了這個 回去之後 沒有得到那個法力 夫妻和合 不到 然後覺得沒有法力 就把兩個神仙 就扔掉 一個數字就扔掉 那不是不值得收藏 這個 我講的比較好 老人家過了一輩子 通常都是這樣 那些子女的基督徒 或者不拜神那些 就把他送走 其實這些扔神像的情況 都在民間很多 很多 我在台灣遇過一次 就在海邊 就撿到一個孖祖長 這樣沒有了頭 因為那個雕工很漂亮 打爛了 不是 他是用木頭雕的 頭又被人批了去 但是一個雕工很漂亮 我撿了回去 那時候就跟另一個同學一起住 那個同學就讀美術 他住了六個 他跟我說 因為那些人簽六合彩 拜神 那個神明沒有保佑他中 輸了一大骨之後 就回去尋仇 就斬了他的頭 那些警察正式是殺佛 這個雖然他不是佛長 但是也要落地獄 這個 他繼續破殺佛 那給回香港有份弄爛的 那些關帝也要小心一點 那些是真的不特別的 講到這個 為什麼韓山實德 又跟這個夫妻和俠 有些關係呢 他後來就說 他們化身變成和俠二仙 他最先就是 一個菩薩化身 一個就是 我先看看 一個是韓山和尚 就是民主菩薩化身 實德和尚就是 普賢菩薩 因為他住在韓山那裡 實德是因為他小時候是撿回來的 就是那個子僧 那個長老是在街邊撿回來 那個小孩 在寺院修養 所以叫做 我隨便改了一塊號給你 叫做實德 實際上兩個都是 實德也是撿回來的 都是菩薩來的 實德 後來就變成是聖僧 知道他們其實是菩薩化身 佛學也很高 結果就變成兩個 經常供奉在一起 叫做合聖 那些人就不如 找你拜他們 就當是和俠二仙 我覺得很奇怪 這麼多菩薩 為什麼這兩個菩薩 就和夫妻的和俠有關係呢 我就找了一段文獻 那個文獻大家都很熟悉 可能有些端倚 對 看回文獻三 人內 請回蕭傑 好 這是人內歌 這個可能大家很多時候都會看到 有些人抄在街邊拍片 抄在街邊 周圍調 就當是善事 對 就是關於韓山和實德的對話 昔山問實德約 世間磅我欺我 欲我笑我 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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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相當之 又怨起 怎麼搞 怎麼算好呢 這麼多人對我這麼壞 實德就說 實德魂 只是忍他 讓他 由他 避他 耐他 敬他 不要離他 再待幾年 你且看他 就叫來忍一下他 忍一下他 看看他幾年之後 還會不會這麼作死 或者這麼 這樣來證故人 報應 就到了 通常有時候 民間後面我加多兩個字 再待幾年 你且看他怎樣 這樣 好像有些 這個好笑 有些 但是他怎樣死 他怎樣死 死為得罪人 是的 所以這個就叫忍內過 所以會不會是 夫妻和合手眾 要忍內 這兩個字 都可以這樣想 這個 我覺得如果掩著兩個名字 這兩段對話 有點像是夫妻的對話 是的 或者兩個老死 一個就問 我老婆又傍 我又欣 我又欲我 我又笑 或者是老公 這樣會政治正確一點 欲我笑我 我欣我自我 我騙我 我怎麼辦呢 他的手拍膠 就跟他說 你就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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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忍他 忍他 敬他 不要理他 再過幾次 你看看他怎樣衰 這些是民間說的東西 民間智慧 這個 韓山實德當然不會這樣說 因為這些不符合佛法 佛法就是忍內 有幾種忍內 生癮、死癮、法癮 是一個修行的波羅蜜的法門 就是四波羅蜜 類似這樣 六道 六波羅蜜 其中一個叫忍肉 當然就是忍身為民間的忍內歌 夫妻是否和合手 是不是需要忍內 這個是見仁見智 各種形態的夫婦都有 各種形態不同 和合二仙是一些民間的夫妻之神 另外就是在香港民間的越老的崇拜 都很多 基本上有幾個地方 有這個半山寶雲道的一羽石 這個就是最出名的 以前很多人去拜 今年就少了 因為爬不到上山 辛苦 對 還有荃灣的金花苗 金花苗 對 先出欣元石 先出總圖 對 這是欣元石金花娘苗 還有上環的祭公苗 這是一個報紙的冊圖 叫做香港脫毒三大欣元苗 你要脫毒的話 你就看這幾個地方 這個 反港獨都要去 共產黨最緊要去 就是奉真土共 反港獨去這三個地方 其實第一個 最緊要夠堅挺就可以了 最緊要這個堅挺 你這樣看就好像一個 一支槍 一支槍 或者某種動物的頭 實際上是石頭崇拜 或者羊具崇拜 這是常見的遠古的崇拜 基本上很多古隆民族都有這些 對 他當是那些種族繁衍旺盛 拜了就好 當然女人去拜 希望男人都會拜 總之可以和合 可以交合 另外金花娘娘廟 根據資料 因為他就是 很多單身一族求姻緣的地方 也都求祀 對 金花娘娘就是保佑生子 但也有其他的保佑 道教的神仙 這個是不是也很少說 金花夫人自己是有個廟 通常都是在其他 少一些 在平州也有一間的 金花娘娘廟 有有有 以前關德興經常去拜 我前兩天才去過 我前兩天才去過 很小的 在波士下面 小小的 因為始終經費有限 只能夠這樣 另一個就是 你可能猜不到上環祭宮廟 祭宮都獨身 祭宮都管一面 為什麼呢 因為祭宮廟裏 有這個和合議 和這個願望 祭宮當然不行 只是這個 獨孤一味 祭宮是驅貴 香入就不夠 裡面當然是搞到 放了其他東西 這幾間就是香港最主要 裡面有什麼 會弄到有人拜 有無合二仙 月老 都是這些 其實最主要是明星效應 很多明星去祭宮廟拜過之後 大家覺得這些明星都去 大家都去 所以近年祭宮廟就出名了 有些電影都在那裡開鏡儀式 對 祭宮廟上環以前 從灣仔搬過去 灣仔的迪龍里搬過去 我看到祭宮籤那裡 都有寫到 灣仔迪龍里 即是 有一條里巷的里 祭宮廟 因為賊的關係 遷了上環 好像太平山街位置之前 有個瘟疫 有 有 所以很多人 要拜神來保佑 或者區瘟疫 保平安 以前就有這些 拜祭宮的習慣 拜土地公公 那些 講完香港的 還沒講完 還沒講完 其實除了這三間 比較出名之外 近年黃大仙為了及客 都開始 搞月老 這個黃大仙 黃大仙本來就什麼都搞定 不過呢 因為怕些 可能是一些理事 就說 法力也不夠 就先弄了月老 給了一段片 片段二 大家看看 有一個新聞 他連三十晚都要開放拜月老 連三十晚都要開放拜月老 連三十晚都要上頭煮香 連三十晚都要拜造軍 這就是我們通常在電視見面的畫面 他們就搶頭煮香 這個畫面就看不到夏惠伊 沒有 不是幫我宣傳 另外旁邊 另外旁邊就 來拜月老 這些就是各有喜好 變成一個多功能的廟 嗯 本來月老就不是一圓三十晚拜 一圓三十晚就回家團圓 你還去求姻緣 沒有所謂 這裡就有一些 就是借助訂婚店那個 月老是幫兩對男 一對男女是幫紅繩 在腳那裡 千里姻緣一線牽 所以就拜完月老 有一條紅繩就拿回去做法器 不單止我剛才叫做網絡 或是不知要購入我的專頁 現在給這條 我也不知道 要玩玩這些 看法神仙路的走印 還有這個電子求籤 你有點煩他 即是不用解籤佬了 那你就自己拿去按鈕 就有簽名出來了 這些 黃大仙在商業化上 都做得很準 有的他 他發的事 抵他發的事 接著就這個 月老這件事就是 本來是一個小說 後來變成廟 很多的風俗習慣 接著就做了紅繩 紅繩本來是佛教用的 道教也有用繩來做法器 但是做佛教的更多 或是密宗的更多 即是去完法會 有一條繩綁在手上 那這個月老 給人繩放在銀包 或者放在手上 我估計都是這些 由佛教 或者西藏佛教那邊 影響一些廟 有樣學養 好 講完香港 台灣的月老崇拜 比香港的更加鼎盛 更加全然 先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剛才出的那裏 也是台灣的民間風俗 他介紹這些風俗 所以青人還是帶回去傳統的寺廟 每個寺廟都是老人家 對 所以台灣有叫做 台灣月老的四大 叫做類似四大天王 四間大廟 四間大廟 各自都有自己的月老崇拜 比香港的情況非常鼎盛 對 有定位 是因緣的不同部分 對 對 是說的 看看照片 看看圖七 大觀音庭月老 好 這個是 對 觀音庭裏面的月老 這裏一般都是求恩元 牽紅線 廟方有個數字 他說這間廟 一個月老平均一年 湊合程度有三百餘對話 應該每天一對 對 對 有點像補塔蛇 對 功效又好 對 相反 相反 是有利的雪梅 沒有梅影出口 對 另外 觀音庭之外 關帝庭 也有月老 大家可以看看 是途九 資 字典武廟月老 月老看下去的樣子差不多 廟宇不同 數象不能做 這個就是吵架的話 去那邊就可以重修舊空 有功能的 這個應該是合起來 大家不能出聲 這個嘴也小一點 一人小句 而且樣子有點木立 不知道眼睛是否合起來 都是眉眉眼 眼睛是不睉 那些叫做不農不啞 不能做家傭 我覺得淘達這個也有趣 淘達是一個大天后公月佬 專門是燒除爛桃花 如果你認識錯男生、認識錯女生 在那裡放一放就不知為對 原來是戒因原用 所以見到其實可以看到台灣的寺廟 無論你拜哪一個神明 都很廣泛有這個月老的功能的需要 香港就比較省順 香港比較少一點 始終香港都是陽法 陽法很厲害的地方 香港都是土地問題 你不可以有這麼多地方有這些廟 香港人會喜歡去法國那個橋 鎖一下鎖一下 類似那些 那個阿歷山大橋 記不記得 放了一個鎖 長洲也有 放了一個鎖頭 但當地市政府很憎恨 經常都要拆鎖 丟掉一點 不然就放到密室 好了超時了 今天我們時間就差不多了 希望各位有情人忠誠眷屬 喜歡獨身就繼續獨身幸福 不要勉強 千萬不要勉強脫毒 因為這個 我們祈求恩緣美滿 或者子孫繁盛 那個是以前的狀態 就是部落社會 或者是大家族的社會 現在就另外一個看法 當然啦 如果你說香港本土人來說 當然要多些生育 好 讀一下課金 剛才我看到有個課金 寫著點唱 是 點唱 就說想聽聽這個煉丹術 那些要久一點才可以 要去到宋代明代才有 就要等等 煉丹要久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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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煉丹先 那些值得說的 因為那些是跟日月和陰陽有關 上次我們就提過那個小小的 是 那都 又有人課金給小弟 課五百元叫小弟寫多點文 我很生氣 對 因為寫的正經文也不錯 搞的 搞的黃天激實檔 好 那我們今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好 拜拜